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二句呢叫功虚易谨 谨易宽 哎呀这两句话真是太好了 我自己在学习的时候常常就是自我陶醉啊 学着要给大家汇报一下 那么这个利二猜三三猜四 它后边呢照惯例也跟上了一个解释 我给大家念一下 利二猜三 三猜四 它后边的说明是利二可以猜三 利三可以猜四 若利四猜五 孔单处有难受分 下边一个呢叫功虚易谨 谨易宽 它的注识是这样的 功虚而松 恐敌变去 功敬而谨 恐若不胜强 而反受至 这个仅仅从字面意义上来看呢 就知道这个道理是说得非常非常好的 但是正像以前我给大家介绍的时候 说到的一样 我们来学习这些就是中国古人在围棋上 中国古人他们总结的这么一些非常精彩的东西的时候 一定不要忘记 第一它更多的是立足于当时作子旗的这个气象环境 总结出来的一些东西 第二一个呢就是我们发现啊 就是对这个祖宗啊非常非常佩服 就是他们思考的东西是很多很多的 比方说这个利二猜三 三猜四 还有它后边这个说明啊 利二可以猜三 利三可以猜四 好像跟我们现在的白话文是一样的 实际上呢是小三百年前 就两百五十年以前当时的文字 我们现在来看一看 请大家看棋盘 比方说是这么一个例子 利二猜三 三猜四呢就是差不多是这样了 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 假设下沉了这样 就说你这个思想下其胜说的东西 不是我们大家都会的吗 这叫利二 这个就叫猜三 利二猜三 那么利二猜三 三猜四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如果你这招棋利了三 那么下一招除了猜三 实际上你还可以猜四 你万万想不到 居然思想下在注释当中 还加上一句 如果是利四的话 那么假设你要猜五 将来如果被人家逼住 就是单子这个地方被逼住的时候呢 恐怕要被人家打入 他在注释当中还说了这么一条 那么我觉得呢 这些道理我们其有啊 就是夏威奇比较怎么说呢 资历比较深的这些其有水平比较高的 大家都是像顺可溜一样 自己都可以说出来 利二猜三 三猜四 听说过知道很简单很易懂 但实际上呢仍然不简单 我们还是就这个利二猜三 利三猜四 这个骑行呢再给大家说一个呢 就是也不要教条的去认为 利二就一定要猜三 利三就一定要猜四 比方说我们看右上角 下出了现代骑行的这么一种定型 我们就发现下一招骑 白骑利三 他是说你可以猜四 但是并没有拉着你 逼着你让你必须猜四 事实上呢利三猜四 在第一时间他的效率相对较高 但是在第二时间就不一定了 因为现在这个定式下完了 如果你猜四 那么下一招骑黑骑占据这个最大的 这个中间的要点的时候 实际上上边白骑补还是不补均很难堪 不补人家有打入 补呢你怎么补都是反而显得拘谨 反而显得重复 如果你要补这个的话呢 那当然是比刚才那两个补似乎好一点 但是仍然是被黑骑先手便宜了 如果你考虑到这一点 在第一时间刚才你利三就拆三 那就没有问题了 他非这个对不起 轻轻告诉他你是后手 所以呢这个地方呢也需要琢磨 然而我认为更重要的一点是 我们知道在古骑坐子骑的状态之下 事实上呢出现利二拆三 利三拆四 利四拆五 这样的骑行是非常少见的 既然非常少见 为什么事项下还专门要说呢 所以我由此就想着啊 对我们这个祖宗啊要隆重致敬 为什么呢 是他自己在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啊 做了非常多的研究 而这些研究呢甚至脱离了 或者说超越了坐子骑这个环境 甚至他考虑到了 我们现在下的围棋当中的一些情况 我这个说法呢也许是有点美化 事项下啊 但是呢由于利二拆三 利三拆四这个骑行在古谱当中非常少见 利四拆五非常少见 这个事项下在这专门提出来啊 让我不能不对他 他的这个想象力 他的研究精神肃然起尽 这个是关于第一句 第二句呢更有意思了 叫功虚易紧 紧易宽 在这呢我就要给大家隆重介绍一盘棋 由这个棋利啊 我们来领会一下 功虚易紧 紧易宽 这个道理呢 用生活当中的常识去推测呢 去推想啊 去理解啊 是容易理解的 但是我们还是要就一盘棋来说一说 这盘棋呢 我挑了一盘就是历史上的民局 近代棋史上的民局 这是1988年进行的首届 英式杯世界职业围棋锦标赛当中半决赛 叶卫平对腾泽秀行三番棋的第一局 挑的这盘棋 现在呢我们就来浏览一下 浏览一下这盘棋 请大家看棋盘 叶卫平九段 在这个三番棋的第一局当中呢 它是拆到了白棋 黑棋呢是腾泽秀行 我们看看这个布局 以及它和我们这盘棋的这个主题扣起来啊 是非常好的 这盘棋也下得非常漂亮 我们看看黑棋腾泽秀行 白棋叶卫平 然后他们两位呢 倒是没有下坐子棋 但是确实呢是盘上啊 都是一上来四招棋 就是四颗星 白棋是逆卫平挂 然后下一招拆回去 黑棋腾泽秀行 下一招四连星 白棋逆卫平 他也做成四连星 这个开局已经很漂亮了 黑棋下一招从中间来掉 白棋印完了之后 黑棋立刻就进入三三 进入三三 那当然白棋要选择一方 把它挡住 挡住之后 下边一招棋逼住 这是当时点完三三之后的一个定势 这是1988年11月12号下的 这盘棋呢是非常著名的 三番棋最终的结果呢 是聂卫平以两个一点的优势 就是两盘棋都赢了半目 淘汰了滕泽秀行 进入了决赛 这段历史呢是我们这个 棋友当中资力比较深的棋友一定记得的 滕泽秀行先生这个家是非常敏锐的一招 上边因为真子不利所以黑棋可以断 断完了之后他喂的是什么呢 喂的是留下一些余味 而不是一定要立刻出棋 叫吃街上 这两位呢 滕泽秀行是日本的名誉棋圣 叶卫平呢是中国的棋圣 现在我们正要和中国清代的棋圣 诗乡下他的所说扣起来 来欣赏这盘棋 好下边呢黑棋一招棋 右边三连星加固 这一代黑棋模样好像很大 但是白棋下一招 天圆 这个叶老这一招棋下得非常有气势 黑棋下一招盖住 然后白棋不印了 从这拐 这招棋很大 黑棋不得已为了针先手 他选择了这个挤 虽然从后来的结果来看 这招棋不挤也罢 好这样下完了之后 下一招黑棋这个斑又是好手 白棋不能动 只能走这个 只能印 然后黑棋再一逼住 白棋再一跳 好了 现在我们再来看这个局面当中的 所谓功虚一紧 紧一宽 黑棋要想扩张这些模样 下一招棋啊 藤泽秀行先生下的一招棋 非常可以说 非常好 视觉效果极好 我们广大的棋友看见这个局面 如果忘了这盘棋的话 大家先反映一下 如果是您下您怎么下 然后再来看藤泽秀行先生当时下的一招棋叫 功虚一紧 天元这个字很很虚 他悬在空中 就像云一样 如果你用这种方式去唯控 那这些都是没用的 人家自然就进来了 所以现在他这个功虚一紧 这招棋下的是非常 有趣 同时对诗相下的这个说法是一个非常好的注视 这是一个例子 我们接着往下看 下边呢 因为在这边白棋搬哪边 黑棋都要断 所以另一平呢 也认为形势不错 所以下的也很稳 那么从这开始 两位棋圣就在下推土机 双方都在推 白棋也长 黑棋也推 然后白棋再长 黑棋再推 白棋再长 下得很执着 在当时 1988年的当时啊 这盘棋 那真是万众瞩目 因为40万美元冠军奖金 当时是 第一次开始出现 当然足够 这个分量足够的吸引了眼球 好 白棋在黑棋 这个贴完的时候 白棋仍然长 又一平不着急 滕泽秀行先生一退 然后白棋再一贴 这会儿我们发现 两位棋圣都是在马棋子啊 这个调侃一下 一个一个跟着马 黑棋这边成了一堵墙 下边好像全部要成空 好 我们接着看 白棋下一刀拐 黑棋搬住 然后白棋点33适应手 这个棋是很漂亮的 白棋再靠下去 这样呢 右边黑棋的三连心 当然就被白棋已经 叫做顺流而下 飞流直下3000尺啊 就给他穿掉了 也可以说是水银泻地了 但是下边这个黑棋的模样 就实地化了 接着我们看 由于上边出现了问题 这个地方白棋反击出来不得了 所以呢 黑棋还要补一招 这个棋是下得非常之漂亮啊 白棋二路潜水艇 漏 适应手 黑棋拐 把右下角的33吃进 下边一招棋就是 也是我们可以 从功虚一紧 紧一宽 这个角度来理解 因为现在这个模样 白棋必须要进去 适应手 不能让他全部成空 像这样的手法 让他全部成空的话 那就 就不是聂为平了 所以这招棋是很酷的一招 接着呢 藤泽秀行先生就下了这个跳 这个跳呢 他确实就是老先生 可能是对于这个功虚一紧 紧一宽啊 他也许是忘了啊 那么接着当聂老在这一拖 这几招我们大家也很容易学 就是上一次给大家说到的 拆三立敌虚高一一样 他的位置比你高 那么一拖一虎 你再一打 他做个结 在你的势力范围做个结 你就烦得不得了 实在呢 也下成这样 因此这个地方作为黑棋来说 他功虚一紧 紧一宽 就是功这个纸啊 他还是比较飘的 要怎么办呢 要功虚一紧 要功虚一紧 这是一个参考图 摆给大家看看 如果白棋这样下的话 那这两个纸太危险 这个确实很难在里头折腾出两只眼 当然 当黑棋下出了正解 功虚一紧这个尖顶的时候呢 白棋也有一个功虚一紧 他紧一宽 你走得太紧之后 他就应该下得宽一点 所以后来两位棋上 他们总结的这个棋行当中 最双方规范的下法是 黑棋尖顶 白棋只好飘 然后黑棋再把它吃掉 白棋再一断 黑棋再把这个接上 白棋再把这个一拐住 他从中间渗透一些就行 然后黑棋下一招再把这个爆死 这样呢可以说是两位啊 其身啊 他们经过交流之后啊 形成一个也是一个非常好的 对诗乡下所说 功虚一紧 紧一宽的一个非常好的注释 好的 说到这呢 我们今天这个话题该休题了 谢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次接着聊 好 下面我们一起来看 第四届BC信用卡杯 世界围棋公开赛 六十四强战的对局 是由米玉婷三段 对阵朴婷环九段 朴婷环呢 是韩国的世界冠军 并且呢 在韩国的等级分排名榜上呢 是排到第二位 那作为他的对手 米玉婷 王老师您一定是非常了解吧 是 因为我去年也跟他在 经历智能手机杯的 这个维甲赛场的时候呢 还有过一次交手 米玉婷呢 是九六年出生 江苏人 我真的觉得太年轻了 这两年的进步非常快 其实我觉得电视机前的很多汽油 很可能在一年之前 都还对这个名字非常陌生 因为去年 2011年的金力智能手机杯 维甲联赛呢 也是米玉婷第一次在这个 高等级的国内赛事的舞台上 登场 第一次登场呢 我觉得真的可以用经验来形容 非常的了不起 他是获得了最多胜率 最高胜率和最多胜 这两项大奖 这两项奖呢 这是实打实的 应该说是非常证明实力的 这么两个奖项 现在呢 站在的这个BC卡的舞台上 应该说也是他第一次参加世界比赛 很顺利的通过预选以后呢 在本赛里遇到了 韩国最年轻的这个世界冠军 朴婷环九段 朴婷环去年在富士通杯上 击败了我们的邱俊九段 获得了他第一个世界冠军的时候呢 也只有18岁 应该说这两位棋手都是 90后的这个杰出棋手的代表 对 而且朴婷环的这个成绩啊 可以说是更优越一点 所以呢 希望这个米玉婷呢 也能赶快是跟上他这个 这些老大哥的步伐 就像姜维杰啊 这些 是的 现在应该说 经常关注围棋的棋友们 也都发现了一个现象啊 就是 这个现象呢 也确实是客观在存在 客观在改变我们这个 整个围棋的格局的 就是90后的这一批 年轻人 已经逐渐的 就是挑起了大量 不管是中还是韩 可能日本稍微差一点 中韩的这两国的90后的棋手呢 已经逐步的开始 真的是要拿世界冠军了 去年的朴婷环 包括今年年初 姜维杰 战胜的李昌浩 这个非常了不起的成绩 要知道李昌浩 还是像一把标尺一样 虽然大家都可能觉得 李昌浩的状态在下滑 不如以前那么厉害了 但是谁能够在 世界比赛里的决赛啊 能够战胜他 那个没有很强很强的实力 还是做不到的 那朴婷环 姜维杰 包括我们现在 很看好的 像敏玉婷这一批小朋友 还有范婷玉啊 真的非常希望 他们能够早日的成长起来 能够拿到世界冠军 对 我想这是我们每个棋迷 还有我们所有人的 一个共同的一个心愿 是的 是的 嗯 我们这盘棋 应该说还是 在下之前 还是受到很多关注的啊 这个在讲棋之前呢 我倒是 看看今天陈盈的这个装素 稍微有点不太一样啊 是吗 我们都知道你 这个为推广围棋 确实做了很多事情 也是出席各地方的活动 那今天看到你 把两颗棋子挂到身材 这个还是第一次啊 我是没见到过 这有什么 有什么说法吗 这个 这是这个前不久啊 我跟聂老在云南宝山 进行一个围棋的一个活动 然后获得了宝贝 哦 对 那我们也不多问了 这个宝贝好好珍藏啊 好 好 起 朴婷环的黑棋 新小木 二连新 然后挂脚 是 然后拆这个 对 现在呢 我总结啊 这样 就是咱们也经常在一起配合啊 也讲过很多的棋 似乎直黑啊 是不是无外乎这个布局和中国流布局最流行了 对 基本上不下中国流的时候 我们就要做这样的一个准备 对 新小木木就这样 有的时候也会下无忧角 哦 下无忧角 对对对 江维杰喜欢下无忧角 江维杰就不挂脚 直接下无忧角 这是他直黑的时候最喜欢的布局 这个布局呢 应该说流行的这个面啊 群体的面可能会更大一点 棋手选择的余地更多一些 以前都是这个 这个我们都是从那个年代成长起来的 应该说在90年代开始 像这个叫迷你中国流 一直来说就是一个非常流行的布局 后来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就往回挪了一路走到这了 逐渐的现在下这个人都很少见了 很少很少了 我记得在正式比赛里啊 第一个下出回差一路的棋手呢 是刘兴 国内是刘兴 然后国际上呢是穆贞硕 韩国的这个一个叫怪童的这么一个外号啊 穆贞硕九段 也是中国没几年赛的这个第一名外员 很有实力的一位棋手 他们两个那个时候对这个研究的最深 后来有一段呢 其实这个布局挺有争议的 有一段就没怎么见到过 但是最近几年又开始流行起来了 基本上流行的程度呢 就是还要超过当年的这个迷你中国流 那这个意图是什么呢 就是说无论在这儿在这儿 就是这边好像都是有打入的 但是在这儿呢 对这个小木对于这边的这个战斗会不一样 所以好像更多棋手喜欢下这个 是是我想它的意图也无非是这个 反正这里也不能够一手棋 让白棋不能打入啊 那这边呢 是黑棋着重要去发展的地方 所以呢 这一手棋就往回挪了一路 争取在后面的作战的时候呢 对这边有所帮助 其实去年的BC卡杯决赛里 鼓励和李适时也下出过同样的这么一个开局 我们一会儿会有一些详细的介绍 白棋还是分头 这个分头总是要点 就不管你这一手棋是在什么位置 白棋这个分头基本上还是要下的 对如果再被黑棋连片的话 那就觉得黑棋的这个阵势 实在是太漂亮了 是中心点 分头的话一般都是分头在这里 黑棋 它的实战选择的是这个小飞 对我觉得这个好像是从紧逼 然后大飞到小飞一点点演变过来的 最一开始的时候 凡是碰见分头黑棋都是逼紧的 这个逼紧的定势呢 相对来说就比较简单了 白棋拆二 黑棋飞 白棋爬一下 然后顶住 然后再飞这个 然后逼一个 然后黑棋这个下一手穿非常严厉 白棋要防守 好那黑棋也跳一个 对那个时候的 这个子基本都在这里 然后黑棋飞这个 但是呢 这个棋对黑棋来说呢 有一个不满的地方是什么呢 就是这手棋逼得有点太近了 离白棋这个后视太近了 反正这个穿同样厉害 那黑棋就希望 这个子能够离得越远越好 这样的话 对于这个脚呢 会守得比较坚固一点 即便黑棋这个子在这里呢 下一手这个穿还是很严厉 所以如果白棋同样是补的话呢 大家都可以看出来 这个大飞明显要比逼紧要好得多 对 再后来的时候贪心不足呀 每个人都是那样 再后来的时候 那一条在这里不是更好 追求更高的效力 当然随着你的每一手棋的位置不一样 你的对手的这个棋呢 也会发生相应的改变 这个是必然的一个现象 所以这盘棋呢 我们看到啊 当黑棋小飞的时候 白棋拆二 后面的下法呢 就跟我们刚才摆的那个图啊 就是完全的不一样了 那白棋拆二的时候呢 实际上黑棋现在基本上就是 有两种应用法 是最为常见的 一种就是直接飞 一种就是实战的点了再飞 这个直接飞的话呢 我觉得很多棋友啊 其实应该是记忆有心 在前不久江维杰战胜里长号 夺得这个RG杯世界冠军的 这么一个比赛上呢 就是第二盘 那盘棋赢就拿冠军了 他们就下的是这样的一个开局 对 那盘棋呢 白棋是飞的 这个等会儿呢 具体有什么区别 我还会再详细的介绍 我们先回忆一下那盘棋 它是压一个 压然后白棋冲 黑棋挡 白棋在拐这个 对 因为说是如果它退的话 黑棋就会直接挡住 对 这个我们还真的是要说一句 我差点忘了 如果退的话呢 黑棋挡住这个白棋不行 对 因为这两个子有区别 所以黑棋呢 这边的棺子就可以便宜一点 不仅是棺子 而且白棋整个就变薄了 实际上呢 这个图也就是黑棋的如意预想图 下成这样 黑棋是最高兴的 黑棋的这个子 之所以不放在这儿 放在这儿 就是为了防止这个断 这个子在这里呢 你就不能断了 断 黑棋再打吃一跳 这个子离近一路 就把白棋给吃掉了 这是黑棋的预想图 所以呢 姜维杰当然很懂啊 他这个棋一定要先拐一下 拐一下呢 就是为了不让你挡到这里 白棋那盘棋拐了之后呢 黑棋实战退 然后再退回来 这个时候你如果要再拐下来 就意思就不大了 对 这个木树已经被人家抠了一把 而且眼位也好很多 对对 其实更重要的是眼位 木树当然也很大的 主要黑棋挡在这儿以后 再逼到这里 白棋都没有活 这个是白棋不愿意接受的 这是人家盘棋的实战 大家后来的结果 大家都知道了 姜维杰赢下这一盘棋以后呢 得了世界冠军 这个定势呢 也就是在职业棋手里 就更为流行了 凡是你在一个重大的比赛里 下出来的这个定势啊 棋手的熟悉程度和训练程度呢 肯定会大大的加快 这个速度 对 实战 那盘棋的实战是这样的 然后 这盘棋呢 这盘棋它是先点 先点 先点再飞 先点再飞的意思呢 就是不让你飞这个 它不需要你飞这个 如果你现在还是飞的话 黑棋啊 还是压 然后白棋还是冲 对 挡 那这时候还能拐吗 这时候你拐不到 你再拐的时候 黑棋可以冲 这一冲 白棋不好办 如果你现在 你现在肯定不能挡了 挡被打吃下来了 可是这个力一个也不相关 力的话 如果人家就算再退 这时候你也受不了了 你现在再接的话 跟刚才那个差太多了 所以黑棋冲的时候 白棋只能够在这里去反击 大概是点这个 那黑棋就再吃 黑棋就再吃下来 对 这样的话 这两个字的交换 等于白棋大亏 亏多了 所以这个图呢 白棋是最不能接受的 也就是说 当黑棋先点了再飞的时候 白棋就不能再使这个飞了 这个一定要记住 就是当你的对手出现变化的时候 你也要跟着变 黑棋基本上就这两种音法 如果 如果稍微总结一下 如果先飞的话呢 白棋就不要爬 就要飞 这个爬就不好 爬要吃亏就要飞 他如果先点的话呢 再飞 就要像这盘棋的实战一样 就要爬 这盘棋呢 在去年 同样是这个比赛 第三届BC卡飞的决赛里 鼓励跟你试试 下出过一模一样的开局 那盘棋是鼓励直黑 白棋也是这么下的 下到这的时候 同样 这手棋还是一样的 兼冲在这里 今天敏玉婷用的也是这个下法 对 然后黑棋的硬队 也是贴一个 那上一盘棋 实际上 上一盘棋是爬的 上一盘棋这个变化呢 应该说是一个基础性变化 非常经典的变化 有几个手段 我们要给大家 简单的介绍一下 也回忆一下那盘棋 那盘棋鼓励爬的时候 李适适适跳 然后黑棋挖 黑棋挖的时候呢 大家注意啊 这个棋千万不要顺手 就去打吃它 对 大家第一感肯定就是吃一个 对 第一感是打吃 打吃真的是坏棋 打吃完了以后你还得接 它再爬过的时候呢 你这个段啊 就是后手了 它就可以跑出来了 这个扳就不严厉了 对你再扳的时候 它可以夹 这个段是后手 你现在可能只能飞 那就差多了 这个时候呢 挖的时候 一定要单退 李适适这是下厨的一个局部的妙手 单退是好奇 黑棋还得虎 黑棋虎的时候呢 白棋先扳 等它断的时候再打吃 这是那盘棋的实弹 这个时候就没有变化 是然后白棋再飞就是先手了 下一手爬到三三 这个黑棋受不了 黑棋必须得补棋 当然那盘棋 鼓励在补棋之前 外面先拱了几下 这是那盘棋的实弹 不知道棋友们还记不记得 因为那盘棋 我也好像给大家讲过 这盘棋是下得非常有趣 那盘棋的实弹是下成这样的 然后这时候黑棋必须得补棋了 白棋应该补这个 白棋应该补这个 白棋实弹补了这个 后来很多棋手认为 这样的开局呢 黑棋稍微吃亏 很多棋手认为 这个是黑棋烧亏的这么一个结论 这个阵势就这么轻而易举的 被白棋化解了 然后同时自己还有一个外事 对对 它这时候棋走在这更好 理事实不知道为什么会走在这里 走在这明显是更好一点的 这盘棋 这个定势呢 就是成为后来 这个坚冲的一个基本变化 当然现在这个棋就下得很少了 有一方 大家都得出结论 有一方明显吃亏了 那这样的棋呢 在后面的实战中出现的时候 就会非常少 对 肯定会被大家改进的 总有一方不愿意这么下了 坚冲 这盘棋 黑棋贴 这个贴呢 其实是邱骏他特别喜欢下的棋 邱骏有段在碰到别人坚冲的时候 他很少往回爬 他一般都是往上贴 他应该希望白棋长吧 然后他再跟着贴一下 对 再贴 可能是这样的 其实这个贴有可能贴不着 如果担心贴不着的话 直接飞也可以 这样飞你如果再跳 黑棋坚住 这个局部呢 白棋并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手段 如果下成这样的话呢 黑棋是可以满意的 你如果点的话 它也可以靠这个 对 这个字没关系 对 你再断它就接住 这个倒是黑棋 首先 首先白棋就不一定好吃掉这个字 其实就算你走一手 黑棋获得了这个实地呢 也可以满意 所以贴的时候呢 敏玉婷实战下的这部点啊 是新手 那他的如意算盘 对 陈寅 我估计这个点 以前在比赛里 咱们没有见到过吧 对 没有见到过 不过 现在摆在棋牌上呢 我突然间能理解他什么意思 他一定是希望我沾上 然后他在这边再场 那我如果再飞的话 他就可以跳下来了 是 一手机就跳下来了 其实变换一个次序呢 这个意图还是比较明显的 但这部点呢 确实是最近 国家对训练势力 经常摆的一个变化 我觉得啊 从后面的这个进程来看 我觉得这手棋呢 肯定是出乎他的对手 出乎朴婷环的预料 朴婷环很可能在这里呢 没有做什么准备 就是没有研究过 对 看来他们这个 这个韩国棋手的研究氛围 没有我们中国 这些小朋友好 当时也不太好 下这样一个结论 就是各有所长吧 因为我最近在训练的时候呢 去训练室训练的时候呢 也正好在参与了 他们对这个的讨论 就是 其实说实话 现在我们的研究气氛 主要也是90后的 这帮少年呢 非常的浓 80后其实就相对的差一些了 像我作为70后的这个 这个棋手 就是偶尔才参与他们的 这样的一个讨论 那你们要向他们学习了 我要向他们学习 这个是 我的 我承认 研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训练的一个条件 它实际上这部点呢 在这盘棋里 对后来这个 米宇婷的获胜啊 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这一点实际上 黑旗的正硬 正招应该硬在哪呢 在下面补吗 黑旗应该搬 搬这个 这个是正硬 它实际上 朴棋黄这个贴呢 是坏气 后来为自己的被动 这个埋下了伏笔 应该搬 搬的话 白旗只有断 那这黑旗好像感觉一手气 可以过了吧 黑旗拐这个 紧住他的气 是最佳的手段 然后 白旗先拐一下可以 然后加一个 黑旗搬的时候 你加的话呢 反正它就 它可能是吃还是接 加倒是没想过 他们的本手是走这个 加这个 加这个可能是接 再接一下 然后我再补一个 再跳加 可能是这样 这个加一个 还真的有可能好奇 我看他们 买的跳这个 正硬跳这个 跳这个的话呢 黑旗一个挖痴 白旗有点难过 对 白旗难道还要做 这个交换吗 这有点难过 白旗很可能是接 很可能是单接 单接你也得补 你不补的话 这地方还是有期 断 但我立 对 就没什么木了 对 就没什么木了 这地方还是有期 要想强征先手 吃一个也可以 但如果像这样的话 黑旗应该还是满意的 黑旗这个脚地非常大 对 很肥的一个脚 对 那刚才你摆的这个加呢 还真有可能是稍好一点 加如果它吃的话 你就吃这个 你可以吃完了粪 粪有的先打一下 先打一下 这个其实黑旗不一定敢拆解 先让黑旗难受一下 所以黑旗可能是接 黑旗可能是接 你再跳 你再跳 你这样好一点 这样确实好一点 这样它可能就顶一个算了 顶一个你接上 然后黑旗就脱先了 在这个局部 那我木树会好 对 但是 但是这样的话 反正黑旗也很安全地 震到了先手 刚才那个图 黑旗有可能是后手 你可以打持这个 这样的变化呢 是差不多正常的一个变化 在旗远的这个三楼的研究实力呢 是经常出现的 类似的变化 你这个加 要重新判断一下 这加也有损的地方 也有损的地方 等于帮它补了个段 如果它拖先的话 但是呢 我估计啊 这个调听完肯定没有怎么研究过 就是它对这一手的点呢 准备不足 实战它选择的这个压出呢 这明显是过分的一手起 从后来看 有过分的嫌疑 白旗点一下 白旗点完了一般 那这个扳的时候呢 黑旗可能也只能三路拐 好 拐这个 我估计 如果后来的手段 对于黑旗来说是苦战的话 也只能拐 那就长 对 如果你长的话 它再扳那也好得多 那就长出来 那好多了 这样它就算接回去 这也好多了 拐的时候它肯定担心白旗接 粘上 那它如果再长呢 再长的就切断这个 断这个 黑旗不用长 黑旗可以加 黑旗加白旗也要切断 这样的话这个旗 基本上已经连回来了 一手起就过了 对 白旗大概会像成这样 白旗这个地方 虽然有点旗 但是黑旗这个虎 应该是先手 黑旗现在就算跳 这样的话是一场混战 可能黑旗有点 我觉得朴婷环 毕竟年轻气盛嘛 她可能不太愿意接受 从三路度过 就是这样很扁的 这么一个现实 觉得比较委屈 然后这边跳 就等于说这边的形式 全都跑三路上去 确实这样下的话呢 黑旗也谈不上好 因为这个脚上的木很少 黑旗还得先俗手虎一下 这个虎也很损 嗯 虎完了以后 可能会像这样 这样的话以后局部啊 这三个子 由于气景以后 白旗接完了以后 什么局部一斑毡 这黑旗脚上的木非常小 对很瘦的 对很瘦的 这个图呢 对于黑旗来说 她不愿意接受 这我倒是完全能理解 完全能够理解 她当时的这样的一个心情 她这个斑呢 就是期待你最好长 然后再拐一下 然后再拐 如果两边都能走着 斑和拐都能走着 再接回来的话呢 就要比 刚才我们摆的那个预想图 好得多 不是好一点 好得多 但是呢 其实敏玉婷的实力 也非常强 尤其是战斗力和计算力 也确实是90后少年的 这么一个佼佼者 她也不会下这么松的气 搬完了以后 这个往下贴啊 非常厉害 对这一贴呢 相当于是搬了黑旗的二子头 是 先搬了你的二子头 然后再贴回来 这个挑战性非常强 如果黑旗现在要是 没有什么特别强力的手段 比如说只能立 或者只能长 那白旗这块旗 就非常容易安定了 对轻松的就做活了 这个就是双方的气盒 已经体现在这儿了 如果是我下的话呢 我很可能不敢搬这个 年纪大了 拐一个算了 因为这个搬确实 有无理的嫌疑 实战敏玉婷的这个往下贴呢 是抓住了黑旗的 这么一个破绽 这一贴的话 一下把黑旗逼到悬崖上了 对这个气这么紧 那如果上边打一个再立呢 如果要是只是 这么普通的打吃了立啊 本身那个形状就特别不好 它就飞出来 就算下一手这个段和这个段 就黑旗 黑旗也难以兼顾 那如果直接立的话 确实让人家尝出来 也不舒服 那这个气已经很难办了 下到这时候 黑旗已经很难办了 实战黑旗这个打吃 从这儿拼出来啊 也确实无奈之举 那其实这 从这儿打基本上来讲 都是非常规的下法 是 那这种应该是挺舒服的 这是礼和外的一个交换嘛 是 这个是让人家 把头就往外长 是的 但是呢 确实刚才这个打吃 让白旗这么轻松的在这边 成活啊 甚至于将来 还要切断黑旗 可能对黑旗展开反攻 这个对于 朴婷怀来说 也的确是难以接受的一件事情 难以接受 对 这口气 他忍不下去 他忍不下去 主要还是 那个图确实亏了 确实亏了 但他实在 从这儿拼出来呢 我觉得风险更大 风险大 风险大 又过分 还是有过分的嫌疑 那他这个扳 也很可能是 他扳的时候 他就也想好了 你要是敢贴 我就从这儿下 但是不知道 他计算上是不是那么准确 从我们后来 观看的角度来说呢 这个被白旗扳头 这期太难受了 对 太难受了 这个只能是 这个叫卖肉吧 对 这肯定也是 我后来自己 研究这盘旗的时候 我也想了一下 可能黑旗还是应该忍耐 走一个鱼形三角 还是应该忍耐 我是不是就冲出来了 对 这样的话 然后再冲 他现在吃 然后我把这个吃 吃哪边呢 吃这边还是吃这边 吃这边冲出来怎么样 还是吃这个粘上 如果吃这个的话 他也不会接 他肯定先把你这个提了 这个如果真能提掉的话 似乎白旗也还能接受 也还能接受 那您这个角是活的吗 对 这个角应该不会死 它可以靠这个 你立的时候 它可以靠一个 我在家里看了一下 似乎不会死 你冲它就接上 嗯 你冲就接上 它沾上 然后它挡那个是先手 打完了以后一横顶 这地方还是有点气 嗯 似乎死还是不会死 那如果你吃这个的话呢 它可能会形成比较复杂的局面 吃这个他似乎他就不敢提了 再提再一地 可能脚要死 那如果他 如果他搬活 你再把这个跑出来 这个混乱 这样的话弄不好 还是会比 白旗黑旗再接这个 然后再冲出来 确实挺乱的 对挺乱的 但是确实白旗也 看不到比实战更好的那种可能 实战因为白旗太好了 实战甚至说下一个定论 就这个局部下完 白旗已经获得了决定性的优势 一会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这个 可能飘凌环也确实 还是无法接受这样的一个心情 对 这个弯三角啊 一般是职业棋手下 这手棋的时候 心情是很糟的 极端的痛苦 像被人那个用几把大锤子在身体上砸了一下似的 对 砸到 每一锤都砸到心里了 这个猴确实很难受 弯三角确实很难受 实战这个打吃呢 除了可以避免下成鱼形以外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啊 也有可能会把黑旗下的 白旗下的更重一点 嗯 不知道它怎么想的吧 反正它实战选择的这个 但是选择的这个图呢 从我们后来的结果来看 白旗是很好处理的 白旗现在只要搬粘 简单的搬接 黑旗长 白旗在压 搬 白旗手棋倒是都是必然的 黑旗在补 嗯 现在这个局部呢 现在这个局部已经一颗子被白旗吃掉了 白旗中央肯定没有危险 现在白旗回过头再搬 那是不是说只要白旗把这块旗做活了 可以说整个战役就成功了 对 只要活了 只要自己活了 这个战役就成功了 因为黑旗没有收获嘛 这个战斗呢是发生在黑旗的实力范围里的 也就是说是在黑旗的空里在战斗 黑旗到最后这欠着一个家 等于这个局部基本上是没目的 这边如果再拿不住白旗 让白旗很轻松的就活起的话 黑旗一无所获的 对这个外边还让给了白旗 是 白旗搬 白旗活 搬 这一打吃可以静活吗 打吃的时候呢 白旗如果开截就看不清了 对大家节材很多 但如果你沾的话呢 这个被黑旗一靠 你要活可能只能这么活 这个太难受了 哦 够委屈了 这个活得太委屈了 所以呢 白旗这时候断是好旗 决定性的好旗 决定性的好旗还在后面 这手旗呢是为后面的这个好旗打下一个伏笔 好的基础 好的基础 这个段呢 就涉及到一个死活题问题了 对上面是不是先手 就是下一手旗 你是不是能够封住黑旗 把黑旗杀掉 如果不能的话 黑旗这一提很厉害啊 那白旗这块旗是不是眼位就不足了呢 局部就活不了了 那如果黑旗现在敢提 你又吃不掉上面黑旗这个旗筋的话 这就换成白旗要崩溃了 明天很意高严胆大啊 他敢断这个 那白旗是走什么好手呢 煎一个加一个 还是飞一个呢 我看一下 煎这个呢不太行 煎这个黑旗就贴 然后如果搬一个 搬其实很简单 黑旗就挖毡就可以 或者就单接就可以 就单接你这得补断 你再给它接 黑旗就弯一下 然后再飞一个 应该封住了 封住了 但是底下气力不够了 黑旗就给你杀气 你气就不够了 黑旗在这个过程中 已经长出六合气了 这个是杀气白旗是要被杀掉的 这个白旗不行 这白旗明显不行 这煎一个是不行的 那煎一个不行 那加一个行吗 还是 加这个是好奇 哦这个可以加 加这个呢 光下这个一步还不行 陈妍我后来 我们考考你啊 黑旗现在 如果加这个 怎么办 加这个 那我就冲吧 打吃 然后再把这个尝出来 那我冲两下 这个肯定是先 再加你呢 那我就冲 只要冲这个了 实际上你现在单冲就可以了 哦现在先冲 你现在冲就可以了 现在冲这四个旗筋 直接就死了 这个是好奇 它直接加是不行的 但是现在黑旗最强的抵抗 这地方变化还非常有趣 黑旗冲这个也不行 冲这个你只要挖接 我再打吃 对这个尾巴还是掉的 对我们看一下 黑旗简单的冲 白旗就 就这样挖接 再一打吃 你提的时候再一扑 对 这个旗筋就全被吃掉了 接不归 对接不归 所以说呢 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出 当白旗断的时候 黑旗是不敢提的 提的话白旗这一加 黑旗这个大队人马 大队的旗筋就跑不了了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选经啊 现在黑旗最强抵抗实际上 是接这个 这样这个 就要加这个 对 接这个你怎么办 那我应该把气紧住吧 紧住然后再加 再加 对 那我觉得 再加一个陷阱 再打吃 你怎么办呢 那我沾上 只要会这个沾就好了 不知道旗友们 是不是能够在第一时间 我们这等于是在演一出戏啊 这个 确实也时间没有经过配合 陈昀能够第一时间 发现这个沾还是可以的 还是可以的 所以确实最后就得出结论 这个旗 白旗这个段是先手 黑旗不能脱线 脱线的话 只要被白旗一加 黑旗这个大队的旗筋 就已经逃不出去了 逃不出去了 这个断掉有一个什么好处呢 就是断完了以后再接回来 这块局部已经火了 而且还提前把黑旗断开 还不用像刚才似的 活得那么惨 所以这个断是先手 黑旗在这儿必须要走起 实战选择是顶 顶一个 那如果这两个交换一个的话 这个加一个 也可以成立 其实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 我也没想明白 最近因为也不认识朴廷环 也跟明明廷也没见面 就是他完全可以接啊 我觉得 接完了以后 这个加还是存在的 白旗还是先手 黑旗不敢提这个 不过也不重要 他这个接也确实是可以的 这个接完了以后 下面有妙手 如果这个接完了以后 被黑旗这么一吃掉 把这两个子吃掉 白旗没有下面的这个妙手 做准备啊 那这个接就是大恶手 我们要批评他 要严厉的批评他 但是这个接 就在我们在思考 这为什么不沾完了接的时候呢 后面下一手旗呢 李云廷给出了非常精彩的答案 他实战下哪了呢 我们首先看啊 这等于是一道死活题 这个死活题的难度呢 比刚才发现那个家的难度 要大得多 白旗先下 能不能够吃掉这个黑角 如果吃得掉 就说明人家这个接 明天这个接是好奇 如果你吃不掉 走不出这个妙手来 那就不行了 对 那如果吃不掉 那这个接就变成后手了 如果吃得掉 这一接是先手 会去补习 我仍然可以粘回来 对 我们在说话这一两分钟呢 不知道有没有起 我发现出白旗 这个如何吃掉黑角的手段 我们看普通的猴肯定是不行的 对 人家一虎 普通的弯 人家虎这个 这其实近火 白旗大失败 这不行 中央已经被杀花了 对 这个跳呢 可能会好一点 可能好一点 但是白旗 黑旗同样虎 你走这个时候 它就算铺 因为这边它是软头 对 这样的话 铺提再打吃 打结火 比刚才好一点 但也不是近杀 只要不是近杀 这个旗 白旗同样是不行 对 因为白旗这边 这个中间的损失 其实还是挺大的 但黑旗连走两手 是的 中央被提花了 这损失太大了 我们现在在看 走什么 不管你走什么 只要黑旗站到这一点 确实吃不了 那经常我们说 敌之要点 乃我这要点 是 它实战给出的 这个答案呢 非常精彩 从这个点也可以看出 敏玉亭确实是一个 基本功非常扎实 死活题呢 也是做的很多的 这么一个少年棋手 对 那这一点 这块其实就净死了 是 那这首棋 岂不是太漂亮了 是 这首棋 确实是 从手机的角度来说 确实是非常精彩 非常漂亮的一首棋 这个 打个比方说 我觉得这个精彩 和漂亮的程度 跟你今天带的这个宝贝 这是有相像的地方 从胜负的角度来说呢 这确实也是很关键的一首 是价值练成的一首 这个价值估计也能比得上你带的这个宝贝 总之 他能够下出这一点呢 很让人佩服 对 这部棋确实是好棋 很让人佩服 说句实在话 我的死活题 我倒没觉得自己特别弱 但是我在看棋谱的时候 我第一时间没有发现这个点 我以为只能下出打结果 这是第一时间 当然他下出来以后 我们马上就意识到了 这地方确实有了一个妙手 非常精彩 这个呢 恰恰也就是他有底气啊 他心里有底气 敢于粘在这儿的这么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如果粘的时候 他没有发现这部妙手 他肯定不敢粘的 完全可以接上 就是活棋的同时这边也不给你 这个白棋是可以做到的 当然他选择了这条路 把黑棋这个脚点杀了呢 也是另外一种确立优势的好的办法 好的途径 可以说啊 这盘棋 白棋最后之所以能获胜 这个脚上的这个战斗啊 这四分之一棋盘的战斗呢 是一个基础 对 我觉得功劳这手棋有70% 当然不是一手棋的问题了 它从这个段啊 从这个段 从这个阶 整个一系列的计算 都已经算到了 绝对不是下了这儿才算的 提前都已经算到了 那一定是 应该说这个局部的战斗 进行之完 进行完之后呢 白棋的优势就已经很明朗了 是啊 想当初我们想 这是一个黑棋的一个形式 一个模样 现在呢 反过来这个脚都被白棋给吃了 黑棋就得着了 这些比较虚的一些东西 这个脚空太大了 主要是 这个脚已经实力 已经超过35目了 黑棋中央呢 虽然也很厚 但是底下这个家毕竟还欠的 只要欠了这个家 这个地方基本上都点不出目来 基本上是没目 中央虽然很厚 但是毕竟没有把白棋都提起来 白棋这几个字还在棋盘上 而且你也没吃劲 对 你要真正点目的话 可能能点出个15目来 就是在黑棋 那跟这个简直是差太多 实地方面差太多了 现在实际的差距要被拉开了 太大了 黑棋要想利用这个后市 把这些差距给弥补回来呢 太难太难 所以说这个时候呢 白棋已经获得了非常大的优势 现在黑棋挂脚 是 他实战这部分头呢 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啊 敏玉庭对形势判断的非常清楚 肯定觉得优势了 他也知道自己是优势了 正常的话是手个脚 黑棋让黑棋走回来 但是如果这样的话呢 黑棋很可能在这边会形成 比较好的势力上的一个配合 这样局面可能会变得复杂一些 像这种分头呢 肯定是非常规手段 我们在一般的对局里呢 肯定是看不到的 就是敏玉庭考虑到了自己 这个形势确实已经非常好了 在这个局部 哪怕有一些损失 因为被别人双飞燕总是不好的嘛 被别人双飞燕 你又不是加工的形状 总是要吃点亏 但是敏玉庭已经判断清楚 就在这个地方吃点亏呢 对形势的这个优劣啊 基本上不会有什么影响 是 这个局面更好掌握一些 是 这个 很成熟 我觉得这种想法呢 确实是很成熟 不像这个年龄 对 不像是96年的一个小朋友 局部能够以牺牲一些局部的利益 来换来全局的这个优势的继续掌控呢 这是一种高水平的体现 也是一种很成熟的思维方式 就是他这么小的年龄 能够取得今天这样的成绩呢 确实还是有道理的 我们看到这些下法呢 也很感慨 其实战斗力强的小朋友多的是 就是很多棋手在这个年龄呢 都拥有一定程度的计算能力和战斗力 但是在优势情况下的把握能力呢 对少年棋手来说 这个是非常难以训练的一个东西 他能够下出这首棋 说明他对围棋和对胜负的这个理解呢 还是真的比较深刻的 如果只谈局部的话 肯定是黑棋要便宜 是 黑棋现在逼在这儿 你看这个子的位置 其实并不是很好 并不是很好 他也只能就是比较委屈的去自己做活 黑棋这个手棋的 这个也是价值非常大的大厂 而且那边双飞岸的定势嘛 总是不如你直接自己小飞一个 是吧 但是没关系 因为现在白棋全居的优势已经很明显了 对 他有本钱 对 这个是很好的掌控能力 这神术鱼 对 点一个 再飞 再飞 这样的话 这三个子呢 已经形成了一个 不太容易被对方攻击的形状 只要在这个地方 白棋能够扎稳了这么一个营地 把自己的根据地给弄得安全 白好 对 这个棋实控上确实黑棋很难追 非常难追 黑棋现在贴出来 这个贴我也觉得不太责通 贴出来 他是不是还是想对于这三个子有一些威胁 肯定的 我相信朴天环这是 一定是这么想的 因为确实 这也是黑棋能够挽回局势的最大的可能性就在这了 如果他只是普通的 比如说飞飞啊 什么收出关啊 这肯定要输棋 但是这手棋在走之前呢 应该在这边先交换一下 应该先大飞这个 大飞这个 这个时候您怎么开始收关了呢 这手棋主要还是有先手味道 有先手味道 哦 那我如果拖先 比如说飞一个 飞这个实际上白棋 黑棋还是有靠 你也不容易把它封进去 白棋还是有靠 黑棋还是有靠 白棋不太可能去杀掉这个 主要这个走完了以后呢 那边如果你不能下出先手 黑棋以后这个地方搬了连搬 这还是有手段的 搬了连搬 白棋就没法进尸黑棋了 哦 对 这边就是要过 然后呢 要跟我这边做截 如果没有这些手棋不行 如果没有这些手棋 你就断掉就行 我就断对 我就连不回去 所以这个有先手味道 一般我想啊 从职业棋手的心态 这个优势下的心态出发呢 当对方走出这样的先手 一般都会硬一个 一般都会硬一个 补在哪儿还不知道 补在这儿的话 将来还是有收器的可能性 它弯之后还是有收器 它要补的小一点呢 就比较安全 但是墓水也少很多 那对啊 那可是这边就是先亏了 对 这个对白棋来说 补在哪儿还真的是 好好要颠量颠量的事 只要交换到这几手棋 再贴出来呢 应该说全局上的这个 实地的差距呢 就会缩小一点 就不像后来的那么明显 实战呢 黑棋在这儿 可能也是心态有点着急 它也判断出形势这个不太好啊 很想嘛 第一心态就是很想 把这个局面搅乱一点 但这个贴出还是有点早 实战白棋特别机敏地在这儿一跳 跳到这个之后呢 刚才我们说白棋这个脚上 只有35木齐左右 可能还不到一点 跳完了以后全局这个 这个局部呢已经有40木了 对 当时我还在想 哎呀 这个这么小 为什么 这不是有这么大的大厂 为什么都不抢 去偏偏选了这个 原来是 有逆收 对 这个等于是逆收 你说的这些大厂呢 确实也不小 但是考虑到这个是逆收状态啊 所以这个是明显的大厂 而且有了这个子呢 客观上还能对这三个子 产生一定的帮助 呼应就是离家近了 是啊 如果这个子就换成黑棋 同样还是有先手未到的话呢 黑棋在对这个施加攻击的时候呢 肯定白棋的出径就会苦一些 嗯 所以这个跳呢 非常的好 非常的敏锐 顶一个 哎 黑棋在这个地方的攻击的手段 也确实很独特 直接是点到这儿 我觉得这手棋看着那么凶 对 其实点的话 黑棋 白棋就算挡上局部 黑棋也很难吃 啊 这个 对 你总得退吗 你总得退 他局部一走就活了 但被便宜了 走来 对便宜了 所以这就是 明显廷他这番棋下的好的地方 他还不甘于这种普通的作活 他要往外靠 对后来的滞孤呢 显然是很有信心 他不觉得这块棋 会被你攻击的怎么样 当然这个跟他提前走了一步小跳呢 也有关系 对 我这边已经很厚了 黑棋没有任何的借用 所以我离家就感觉就容易联络 是 是 他很有底气 走出来 黑棋现在是孤注一掷 是猛烈的要攻击白棋 一定要破眼 但是呢 白棋这几手棋都是先手 这个对于黑棋来说 基本上没有抵抗余地 当白棋大飞到这的时候呢 两边都是天地很广阔 这对于黑棋来说 基本上是无从攻起 不知道从哪是攻 对 根本就不好攻了 他是选择从这点 实在 这个也是形状的要点 这个算是一个点方吧 刺一下 先刺了一下 刺一下是决先 然后再跳到这 这白棋在逃跑的过程中呢 白棋还稍带脚着 要求把这几个蚕子都连回来 如果连回来的话 那等于空上的差距越来越大 对 那等于开始 我就吃了这两个子 其实下到现在 对于黑棋来说 基本上已经是难局了 非常难下 这块棋 白棋就一块鼓起啊 你日量再大也不好攻击 其实 对 然后时空的差距又那么大 你还不能够说 一点点小的收获还不能满意 这棋已经很难下了 去做这个 跳出 这时候他先交换两手 这个交换两手呢 说实在的 就意义就不是特别大了 对 因为白棋有了这个子了已经 对 意义就不是特别大 白棋现在一断 这个脚还的镜子 一点棋都没有 只不过黑棋上面可能 比如说这种 粘 活 地上 稍微多一点鲜手 但是对全局的这个影响 不是很大 因为这块棋毕竟太难攻击了 想攻击到这块棋 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人物 对 现在白棋已经出头了 其实黑棋就是这两个 好像对白棋确实不能产生多严厉的威胁 对 因为这边都是白棋嘛 白棋的接应点也很多 他先点一下 点一下 白棋还接在这个 这个是年轻棋手 跟像我这样的三十几岁的棋手 可能最大的区别 要我下午可能会接这个 那不是小棋好吗 一会儿我还可以爬 还可以跳呢 对 就是太狠了 这个小棋明显的目数呢 比我那个接一个好 但是由于你接完以后 黑棋这上面多了一些鲜手 比如说有黑棋冲了接就是先手 您怕这块棋会有影响 对 感觉上 虽然没有看清具体的手段 但是多少有点担心 反正时控差距已经那么大了 他这个时候 如果是我的话 可能就见好就收 就算了 他还在猛烈地追求扩大优势 这个就是思维方式不太一样 总是要挑最狠的下 对 在局部才挑最狠的下 那全局虽然是能够找到这个平衡点 但是局部他总是发觉最狠的下法 在这首棋呢 其实在我看来多少没太有必要 因为优势已经那么大了 没太有必要 黑棋现在顶这个 对 在顶这个 这形状总感觉都怪怪的 对 都怪异的 但是这确实也是唯一的 能够分段白棋的下法 因为你要顶这个 人家简单一顶 你就没有棋下了 你要想不让白棋的联络 那么的稳固啊 好像只有这一手棋 这个 反正这个形状我看着 我觉得它有点呆板 是 既然黑棋下出这样呆板的棋呢 白棋确实后来的处理大龙的方法呢 非常简明 这也是也是很好的 这一间黑棋还是挺难受的 它肯定得出来 黑棋要冲的话被一搬 你还不敢搬 不敢搬 这地方的联络呢 黑棋自身是很有问题的 那只有尖 然后白棋其实它也没有想着去连这个 它就直接呢 你愿意吃啊 那您就吃吧 对 白棋其实可以连 白棋不管是顶这个还是顶这个 应该说黑棋都不太好分断它 但是后来白棋下的这个大局关呢 也确实在这儿还是看得不错 局部它选的是最狠的下法 但是在全局的这个后保呢 拿捏的分寸还是很不错的 它挤这个 这都是命令型的下法 对 然后再搬 只有这么下 黑棋只有这么下 对 黑棋没有选择 只好被白棋牵着鼻子走 再搬 刚才我们还说啊 白棋很可能的思路是 哎 要把这个全救回来也挺好的啊 那现在白棋瞬间又把这些都气掉了 对 那其实黑棋现在完全是可以吃的 我再走一个就把它吃了 但是这样的话 白棋再加一手 白棋这边的实地的收获 应该也不比这个小 毕竟这个棋本来就是在黑棋的实地范围里 是餐子 白棋在逃孤的过程中 还走出一块大空来啊 这个收获啊 意外的收获 意外的收获 比黑棋大 对 黑棋等于是原有的加强 白棋是没有的变成是自己的 这个收获要比这个黑棋大得多 所以说黑棋呢 现在肯定也不肯去吃这个 也不肯 也不肯 如果吃完了的话 局面可能会更简明 但是不管怎么说 不管怎么说 从这个攻击啊 整体攻击到现在结束呢 白棋很安全的啊 不仅把大龙连回来了 还形成了一定的势力 这个整体战役的范围呢 明显是白棋得利的 对 我觉得 他把这个优势啊 一直保持着 而且使这个棋盘越来越简单化 是的 是的 这个非常厉害 我觉得米云天这盘棋 确实发挥的很好 然后搬一个 走这个 对 黑棋确实不能容忍 白棋在这围成大空 那这样一下的话 显然就是后手了 白棋在顶这个 白棋顶这个 这个局部啊 黑棋已经很难 分断白棋了 很难分断了 我们可以看 你要是贴 你要是贴这个人 一虎直接就把 你这几个字给杀掉 对 那好像也只能顶 对 顶它就拐 这个棋也很难办 黑棋点脚 对 现在黑棋回过头来 在这寻求头绪了 因为这个时候 黑棋一系列的攻击 没有收获之后 等于双方的差距 没有撕合的减小 最后的可供战斗的区域 其实就是在这 对 他就是想捞一下木 因为这个黑棋 确实从这个局部下完之后 始终都是时空不足 这个压力一直压着它 木不太高 这个跳着好奇 这个地方白棋也判断出来 确实优势比较大 白棋呢 白棋确实如果一手棋 直接拐在这 心情又不太好 对不对 但如果挡下来就变成 这个给黑棋可能会有机会 如果你现在非要搬起来 他沾完了以后再一飞呢 这个局部可能会变得混乱 就是因为黑棋 毕竟还是挺厚的 这个战斗一起来的话 优势可能就没那么明显了 这个小跳确实是好奇 小跳 对 黑棋必须得处理 要不然被一手棋飞死了 走这个 这时候确实黑棋 下面一手棋 如果本手接的话 白棋就虎一个就好 就虎 我还以为就在这边走 虎一个你大概往回连 那我肯定会挡下来了 这个 敏玉婷在这个地方 分寸拿捏得非常好 实战呢 黑棋是拐这个 拐这个其实可能还不如接 这个那这边走 白棋走后了 更挡 是他也担心白棋贴一个 可能是先手 实战这个地方的定型呢 对双方来说 也还都算正常 也还都算正常 主要是黑棋前面的这个亏呢 前面吃的亏一直没有补回来 现在白棋在这儿 其实处理的方法很简单 拐这个 这都是命令型的下法 冲 对 在这 这边冲了几下 这边冲了几下 都是命令型的下法 白棋只要大龙没有问题 然后才搬下来 这时候应该说白棋对局面 还是把握着相当大的优势 在这个局部的定型呢 应该说黑棋也还能满意 白棋没有说下的特别的厉害 因为黑棋好像下了这么多嘛 始终自己的空啊 它都没有增长 是 然后再吃 这个吃完打结 其实就已经是拼命的下法了 这个正常来说 对他家里虽然是活棋 但他觉得这个活得太小了 那这边一会儿 这什么都没有 他还想提过来呢 是 提 然后这边有节菜 嗯 这时候白棋就不给他打结了 打一个 这个形式判断也非常准确 看清了就说你提一个 我就 那个是不是还可以点到33上去啊 就它们跳进来也可以 跳你也不敢靠 嗯 这个时候只要黑棋不能够 调完结以后吃掉白棋 这个 差距还是很大的 那现在这手棋是不是 黑棋就急了 黑棋急了 嗯 黑棋急了 黑棋一定要先把你分段再说 但是这个分段呢 前面这几手棋呢 很损 对都是单关 都连续走了几个单关 让白棋在这边连回来啊 看看黑棋这样 没有隐藏的手段 黑棋冲 嗯 白棋接 然后再退 对 这个时候呢 需要解释一下 黑棋不敢断 如果断能成立的话 这棋还真有腻短的可能 但是断的话白棋可以吃 吃这个 吃完了飞 少好棋 飞你只有接 接它贴下去 哦 这黑棋就被贴死了 黑棋如果走这个呢 也不行 黑棋如果走这个的话 白棋就横吃 哦 这个斑和这个断成建合 对 等于黑棋这个最强的手段是不成立的 哎 黑棋这个手段不成立就只能退 但是这个退的话呢 白棋虎吃在这啊 这个棋 不可能吃掉白棋 沾上 对 白棋冲 挡住 确实白棋这个提还是先手 嗯 沾上 然后再接回来 这个棋局部白棋已经活了 嗯 白棋已经活了之后呢 黑棋还是要面临选择 黑棋要消结的话 白棋在这入脚 这肯定还是大败的气 所以黑棋现在奋勇跳在这儿 要守住 撑住 撑住这个结 这个也确实太顽强了 吃这个 这个倒是一个顺手节菜 对 沾上 再提回来 提回来 这时候白棋也就不跟他打结了 这个时候白棋真的没必要打结了 拐一个 嗯 白棋始终优势是控制的非常好 先大飞一下 大飞其实也没什么必要 当然也是先手 只要加到这个就行 这个是最关键的 加到这个之后 等于黑棋最大的关子 已经被白棋占掉了 嗯 现在全局的目数 全局的目数 黑棋连旁边都不够了 哦 我们就不用细细地扣目的点了 嗯 那这一开始 白棋等于基本上没有付出什么代价 白吃了黑棋一个角 对 但后来我们看 黑棋努力地攻击了半天 也毫无收获 也没有什么目数的增长 毫无收获 最后这个大关子 还被白棋占了 嗯 黑棋现在 去那边去搜刮 飞这个 嗯 白棋飞 这个棋对于 嗯 对于白棋来说 也基本上没有什么风险 提一个吃 飞回来 这块棋看上去是打结啊 但实际上呢 白棋局部就是活的 这个等会我们看一下 非常有意思 冲然后提掉 嗯 然后接这个 这是结材 这个是黑棋比较 结材多 上面死了个角 就是结材多 对 现在黑棋最强的是顶进来 对顶进来 这个眼位 这个冲是先手 对 这看见的就是一个眼 局部不复 但是白棋可以爬这个 当然这个局部还在打结啊 爬这个 那黑棋也只有斑 对 爬完了以后 这一冲 白棋一冲 黑棋就不敢 不敢挡了 是不敢挡 你挡了一弯 那只能吃这个了 只能吃 那白棋这吃完了以后 从这边再煎 但这个局部 黑棋这个局部也没活 黑棋就有这个 一根眼吃两个 对 当然这边还在打着结 所以即便再形成一个连环结 黑棋也不行 对 白棋是不怕的 对 黑棋只能吃 但黑棋只能吃 实际上白棋这个吃先手 已经活了 已经活了 对 这地方又打了两手结 提 然后提回来 然后再吃 提掉 然后黑棋在这吃一个 是这边找了一个 对 然后黑棋再提掉 然后白棋冲 冲一下 冲也是结 提掉 再提回来 提回来 这时候 黑棋真的是没结了 黑的是没结了 只能眼睁睁地看白棋 把那个 把这个鞋削掉 这个 黑棋是搬这个 什么 白棋把那个 接上 这个接是最后一首棋 黑棋又认输了 这个认输的时候 真是盘面也输不少了 应该说这盘棋 是敏玉廷发挥 非常好的一盘棋 那这盘棋 我再想一下 这个 朴槿惠有没有明显的剩击 好像没有看到 一开始这个角 这个战役 对 这个角被禁杀了以后 这个棋始终是在白棋的掌控范围之内 黑棋没有明显的剩击 可以说是白棋的完胜 白棋在后面处理大龙的过程中 手段掌握的也非常的合适 那在这盘棋 我觉得为大家总结一点 值得学习的一点 是这个点 和这个局部的变化 因为是这个局部 使得白棋从开始的优势 一直保持到后来 所以这个地方 我们要再仔细地加深印象 加深印象 尤其是这个点 实战这个一路点 这个死活题 是非常精彩的一个死活题 非常值得大家记住这一部妙手 好 那今天这盘棋 我们就为大家介绍到这 感谢您的收看